谁能想到洗澡会有生命危险 男人把水管踢到火炉子上 接着弄掉一根牙签 酷斥一声撬开唇木的肛门 找到结婚十年的新媳妇 再把汽油浇在上吊绳上 随后换上九块九的新衣服 万事俱备只等一声杀猪叫 不消片刻 热水已经被烧到180度 当佛伯乐打开淋浴头 洗澡的吃瓜群众全部被惊得目瞪狗呆 小两口借此机会 以迅雷不及掩尔盗零的速度狂奔 然而还是被膀胱扫荡 佛伯乐迅速展开追击抓捕 两人跑到珠穆朗马峰 急忙把上吊绳双好 无比利落地向下爬去 追来的佛伯乐也跟着顺坡下领 男人举起三昧真火 顺手来了的火烧赤壁 佛伯乐气得大骂王八犊子 面对火烧屁股的危机 只能原路返回 两人急忙坐上泰坦尼克号逃命 这时佛伯乐精英赶到 四人以超音速玩命追来 丛哥感觉归兔赛跑在劫难逃 突然想到一个搜主意 他把对方引到湍急的河道 然后停在岸边 迅速拉起祖传带刺的钢丝网 刚做完陷阱 佛伯乐恰好赶到 如猛虎扑式般疯狂撵来 哭吃一声 几个倒灶的佛伯乐葬深大海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穷寇莫追 欲速则不达